为什么说审死关中的反派并不天生邪恶 为什么审死关的结尾 周星驰说了一句台词后 公堂审案的信奋戛然而止 因为在电影背景中 这样的审判是注定没有结果的 首先第一位出场的婚庸献太淫 这位县令虽然在位期间没有收受贿赂的恶习 但是却婚庸无能 断案只认死灵 但是反对一下 剧中的他胡子花白 这么大的年纪 却还在一个小小的县令上挣扎 合理推测这位县太淫 年轻时候说不定是个是非分明的人 后来得罪权贵 流放相离 本人也心灰意冷 开始崴烂 如果说以上一位只是合理猜测 那么接下来出场的人物 够能反映电影背景中的黑暗 吴蒙达扮演的何大人 一开始的打算是秉公执法 奈何他夫人贪财 私自收受贿赂 成功把他带去了沟里 就算没有这关也要做啊 就是现在没有所以才要做啊 我收下啦 老婆 你收了什么五千两啊 不正死那五千两 而这个角色的用意在于 身处哪个时代 就算你想节身自好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 拉你下水 剧中最秉公之法的巡浮 在证据被揭穿后 铁证当前却孩子犹豫 要不要读出密信 即使清明如水 刚正不阿 也不得不臣服在潜规则中 由此可见 当时那个年代有多么黑暗